明朝万历46年即公元1618年4月 明京爆发俯顺之战 此战明朝惨败 后今大胜 后今劫掠人畜自重无数 5月17日 诺哈士又与朱贝勒大臣 统军向明朝发动了进攻 19日围攻俯顺以北 铁利以南地区 连克大小城堡11处 货债毁存后 卢走几乎所有人口 深处粮食 6月初九才返回赫图阿拉 战争的胜利 给后今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鼓 这使得诺哈士更加坚定了 和明朝作战下去的信心 于是一边刺探明朝消息 一边加紧训练 积极备战 明朝方面 听闻女真造反 俯顺陈县 边军损失惨重 朝野惊骇 万里皇帝罢免的辽东巡抚李维汉 由兵部右侍郎杨岗接替 杨岗一到任便立即下令 整修辽东长城 沿线多处城堡要塞 加强防御攻势 杨岗优先考虑的是位于腐顺东南的清河堡 向清河增派了3000人 使得原有5250人的清河兵力大增 防务方面 杨岗主张利用清河堡的地理优势以及兼顾城防 四击在城外高地和小路社府 西尔护井以待援军 切不可拥兵于城 坐以待毙 此时的清河守将邹楚贤 则主张避城不出 故守待援 原辽游击张沛 守宝官张云城 数次侵战 楚贤不纳 清河堡距离赫图阿拉仅100余里 后经攻陷俘顺后 清河就成了阻碍剑州女真 夺取辽东的最大障碍 所以诺尔哈赤决定 拿下清河 拆掉进入辽东的最后一道屏障 7月20日诺尔哈赤甩八旗出赫图阿拉 直逼清河而来 后经于21日抵达清河门户 压独关 压独关迅速失守 后经从压独关入境 数万大军还攻清河 21日清晨 后经濒临清河城下 旋即展开进攻 旋即炳 MARK 104年 一号码 1100日清河 170日清河 170日清河 1417日清河 遇見解決 拉大跟技巧 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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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見 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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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很快诺哈士又组织了新一轮进攻 此次虽登上传闹 却又被明军击退 双方自丑时站之卫士 后勤前后组织八次攻城 军未能抢占成员 只得退兵 不甘心的诺哈士 派出俯顺翔将李永芳 来城下劝项 遭到邹楚贤及守城居民的 基地嘲讽 信心而回 此时有人献计 可用盾车 掩护工程部队 抵近城墙 组织死士携带搞棒 以挖开薄弱墙角 此法得到了 沦尔哈士的同意 并立即实行 效果显著 下午十分 清河东南城墙出现破损 一刻钟后 城墙开始坍塌 东南城破 后京军见此机会 全力进攻东南方向 并由此处攻入城内 清河城防被攻破 兵夺 邹楚贤见状 自焚官邸与七二老小 下令全城军民与邸展开巷战 有膽敢惜命 後退者 斬 众将士建筑率如此 各个身先士卒 与精兵多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随着涌入的后监兵 越来越多 城内民军伤亡惨重 最终寡不敌众 皆逆战而死 守将邹楚贤 见陈池已失 部将大多战死 遂整顿上存士卒 上马再战 斩敌十余人后 壮烈殉国 所率士卒 以全体阵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至二十二日清晨 后今破城而入 城内民军官兵八千三百多人 及五百多户居民奋起相战 被杀万计 而无一人投降 劫略人数后 依照旧例 诺尔哈赤下令 将青河城墙全部拆毁 又令将三叉堡 至孤山堡一带民房 进行焚烧 排拆毁一堵墙 减厂二成 使民军自青河之府顺称 无存身之地 尽收地窖古物 田中青苗 则纵马放屋 造成青河一带 五六十里以内 人烟断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